哈喽,大家好,我是奇怪的鱼,Spine动画教程,宝石3D旋转,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主要分享石头3D旋转的动画原理和制作过程,Spine动画原文件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可直接下载使用。 对于3D旋转的教程,想必大家看过很多,我们先来讲一下最常见的骨骼设置,猪骨骼负责缩放,营造3D视角。 子骨骼负责旋转,完成3D旋转。 最内层的骨骼负责绑定物体。 我们来演示下 Ctrl加D复制骨骼 按照Shift旋转骨骼,可旋转固定角度 选中2到12 设置负责为21 骨骼不需要旋转和缩放 垂直缩放骨骼 旋转时就会有3D的效果 这种骨骼绑定方式适合像身体这样圆滑的圆柱形 而今天我们要做是硬面的多边形物体 动画原理是一样的,但是用法律有不同 我们需要精准控制多边形物体面上的每一个网格点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对图片添加网格 沿着边缘创建网格轮廓 内圈网格点打在石头棱的交叉点上 新建三个骨骼,依次为子集 用这三个骨骼控制石头上的一个点 重命名为FSE FRE F1 F代表正面 给骨骼换个颜色,方便观察 取消勾选旋转和缩放 主骨骼位置归零 主骨骼所在位置就是石头旋转的轴心 F1这个骨骼水平移动到顶角上 复制主骨骼,垂直移动 保持轴线不变 石头每个顶角都要放一套这样的控制骨骼 按照一定的顺序 鞋内后外 顺时针布置骨骼 这样会方便后续操作 当FSE垂直缩放接近0 FRE旋转时 骨骼F1会在水平方向上左右移动 也就是水平面上旋转 这是我们要的效果 我打算做保持顺时针旋转动画 保持在旋转过程中 右边的面会覆盖左边的面 在绑定骨骼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先后顺序 从右向左一次选择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这些权重绑定的先后顺序 体现在图片上 就是两个面重叠时 先选择的骨骼所控制的面 会覆盖后面选择的骨骼所控制的面 就像FSE的图层一样 是有上下关系的 这个是保证保持在旋转时 不会出现bug的关键 下面刷权重 每个点的权重都是100% 选择所有主骨骼 垂直缩放至0.01 这样控制骨骼 就只能在水平旋转 选择所有控制旋转的骨骼 Ctrl加1 把这些骨骼放在1 这个集合里 下次直接按数字1 就可以选择所有旋转骨骼 选择内圈上的骨骼 放在集合2中 外圈骨骼放在集合3中 来看一下效果 按数字1 选择所有旋转骨骼 顺时针旋转90度 此时图片被压扁 按数字2 选择内圈骨骼 向左移动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宝石产生了厚度 按着Shift 依次按数字2和3 选择所有控制骨骼 向左移动 这个位置是石头的侧面 按数字1 选择所有旋转骨骼 恢复之前的角度 0 现在旋转下 3D效果出现了 现在我们完成的是石头的一半 整理下骨骼 所有骨骼和图片放到front这个骨骼下 图片改名为stonefront 这是宝石的正面部分 复制骨骼front 来制作石头背面部分 重命名为back 图片stoneback 主骨骼 BSE 旋转骨骼BRE Ctrl加4 储存旋转骨骼再集合4 控制骨骼重命名为B1 内圈骨骼储存在5 外圈储存在集合6 调整下图层顺序 调整下图层顺序 下图层顺序 下面的依次移到上面 问题解决 下图层顺序 现在来制作宝石的侧面 编辑网格 宝石有多少个角 这一边相应就打多少点 命名为side L 复制 命名为side 2 选择石头上的点 Ctrl加C 复制顶点位置 选择侧面图片 粘贴顶点位置 以此操作 这样宝石的右侧面就补齐了 顶点比较多 注意不要复制错了 侧面刷权重 绑定相应骨骼 权重100% 检查下图层顺序 Front Side 2 Side L Back 看一下效果 可以 相同的操作 注意复制粘贴相应的网格点位置 检查下图层顺序 检查下图层顺序 新建骨骼 将所有旋转骨骼添加变换约束 由这根骨骼统一控制旋转 勾选本地和相对 旋转100% 现在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下面开始动画 后续K动画 主要针对的是图层顺序和权重的图层顺序 首先 骨骼添加旋转动画 360度 每隔时针 依次输入0 270 180 90 0 完成 图层顺序添加关键针 旋转90度时 重新调整图层顺序 back side R side L front 0到180度完成 没有出现问题 继续旋转 红色石头明显不对 从20帧往后 右边的面没有覆盖左边 这是权重图层顺序造成的 一张图片的权重 只能有一套图层顺序 这里只能复制图层 网格出现打个关键针 在20帧切换下一个网格 调整权重顺序 下面的依次移到上面 问题解决 这里出现了一点问题 右边没有完全覆盖左边 这个仍然是权重图层顺序造成 两个网格点离得比较近 无法正确计算上下关系 尝试调整下临近的网格点权重顺序 问题解决了 在20帧调整图片 图层顺序为back side L side R front 在30帧 绿色部分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操作一样 复制一份 20帧 20帧切换为下面的网格出现 调整网格权重顺序 30帧 30帧图层顺序调整为front side L side R back 复制第一帧所有关键帧到40帧 完成循环 检查下 恢复所有图片原本颜色 宝石3D旋转制作完成 总结下动画制作过程中的知识点 1 缩放骨骼 旋转骨骼 控制骨骼 依此为前者子集 这套骨骼设置可控制宝石上每一个网格点 2 旋转骨骼旋转90度 可调整控制骨骼位置 使宝石产生厚度 3 一张图片上两个面重叠时 权重列表中的上下顺序 影响覆盖关系 4 按实际需求 实时调整图层顺序和图片切换 我是奇怪的鱼 希望对您有用 点赞关注加收藏哦